今天小编跟大家聊一聊 为了刺激经济 特朗普决定给大家发钱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直接发钱 特朗普的这个计划叫做 亿万美元刺激计划 本周一 参议员Romney提出 政府应向每个美国成年人 发放1000美元的支票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到了周二 总统特朗普表示 非常赞成这一提议 而且美国两党 也对这一做法表示支持 白宫还觉得1000美元不一定够 甚至建议发放更多的钱 华盛顿邮报采访的经济学家 说随着美国经济陷入停滞 失业人数正在增加 可能达到数百万 一笔1000美元的付款 并不能完全补偿人们 但这是帮助人们购买食品 和支付租金的第一步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 全职工人的平均周薪 为936美元 这笔补偿就相当于 普通美国人一周的工资 美国财政部长 史蒂芬·努姆钦表示 这是总统的命令 我们正在考虑 立即向国民发出支票 特朗普希望 在未来两周内 将支票寄出 特朗普政府 想让面对疫情的国民 马上手里有钱应急 这也是他与国会 洽谈的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财政部长建议 在未来两周 向国民支付总共2500亿美元 如果国家紧急状态依旧没有解除 政府将在一个月后 再向国民支付总额5000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的亿万美元刺激计划 还包括援助小企业和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航空行业 白宫给民众发钱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 2001年经济衰退期间 政府给每个成年人发放了300美元 2008年金融危机 每个人则发放了600美元 当时每个孩子还能拿到300美元 款项通过邮寄支票 或者直接存入银行账户的方式发放 现在国税局有绝大部分人的银行账号信息 因为去年有将近90%的人在线上报税 通过直接存款到银行账户 很多重灾区的民众很快就能获得快速的补偿 有一些支持者称 这一计划将比削减工资税等提案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则表示 大多数美国家庭几乎没有储蓄 如果他们失去工作 这些补贴可以用来支付房租或者其他账单 或者用来购买生活必需用品 然后再留回美国经济 但也有经济学家称 现在考虑直接发放补贴为时尚早 因为目前还不清楚新冠病毒将如何影响美国经济 而美联储的激进货币政策可能需要数月才能产生效果 其实免费补贴的成本并不便宜 2008年的5月到7月 美国国税局向申报纳税的家庭发放补贴 导致政府损失了1060亿美元的税收和其他收入 在政府的预算赤字接近创纪录水平之际 如果国会批准特朗普的1000美元补贴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代价 但即使是这样可能还是不够 不过直接发钱这种做法还是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认可 因为它直接又简单 而且能快速刺激经济 2001年和2008年的研究发现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钱是在支票开出的头六个月内花费的 跟那些普通的福利补助 比如食品券、住房券和失业保险相比较 这笔钱不限制大家的使用方式 而且不需要复杂的申请过程 当然那些收入很高的大佬是不会领取这笔补偿的 提案中建议给个人年收入低于65000美元的所有人补偿 大约75%的美国人符合资格 现在白宫宣布是在未来两周发放补偿 根据2008年的经验 大约用了两个月通过支票和银行转账发放完所有补偿 也就是说 大家最快两周 最慢估计两个月就能拿到这笔补偿金 不仅仅是联邦政府要给大家发钱 有的州计划发放更高金额的补偿金 科罗拉多州、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提出 如果疫情继续持续下去 他们计划将给每个儿童提供2000美元的补助 总之 这次特朗普和白宫是动真格了 只要你是美国公民 只要你不是百万富翁 应该都有资格收到补助 这样看来 美国政府还是挺豪气的 符合资格的小伙伴 你们想好买啥了吗 在这里 小编也想提醒在美国生活的留学生小伙伴们 拿绿卡的华人朋友们 尽管我们拿不到政府的1000块钱现金 但也要加强对自己的保护 多使用线上购物 能点外卖就点外卖 尽量避免出门 相信我们只要做好防护措施 就一定能够安全度过这次疫情 感谢观看